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Canva来制制你自己的边框 我们在Canva里面呢,其实已经有内建很多边框 但是如果你想要拥有自己专属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软体的辅助来帮我们做到这样的效果 像你现在所看到的上面这些边框都是我们自己所制作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Canva里面你可以在元素这里找到边框和网格 这两个其实都是属于遮罩的一种 那边框的部分是属于单一张 如果是网格,就是你可以是摆入多张的一个排版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在Canva里面基本的边框使用的方式 那你在元素里面找到之后,像这样把它拖曳出来 接着呢,您就可以找到你想要套进去的图片 把它拖曳到边框的上方 这样就加入了 接着如果你有需要针对这个边框的影像来做调整 可以直接点两下 就可以进到里面调整它的大小 跟它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那么如果呢,你想要换一张图 你可以直接拖曳新的一张图片进来 也可以按右键之后把它中段影像连结 那么原本的图就会从里面分离出来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Canva里面 基本上的一个使用方式 在这里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想使用Canva来自制边框的一个流程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取得 你想要制作边框的SVG的向量档案 那你可以透过搜寻情 可以透过图库的网站 那当然我们Canva里面有很多素材 你可以拿来用 那或者你是使用照片 点证图 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向量档 一样可以变成我们的边框遮罩来使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取得的向量档案 用点证图的方式把它填满边框 然后绘出成PDF的格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使用Word 可以使用PowerPoint 也可以使用LiverOffice的Draw绘图 当然如果你有Adobe Illustrator 那是最方便的 再来第3个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所产生的PDF档 利用Canva的上传 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那你把新的影像放进去 它就有遮罩的效果了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方式可以找到自己的 SVG或者PNG的图档 那首先我们从Canva里面 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 那么要留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在Canva里面要下载为SVG 这个是需要教育版 或是Pro版 才有的功能 那我们一般免费版本的话 你只能下载成PNG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呢你找到了像这样一个图片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分享 下载 把它选择SVG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成PNG之后 我们待会再利用其他的功能 把它转换成向量的格式 这是第1种 第2种呢我们也可以透过 Google搜寻引擎 我们来找点阵图跟向量图的关键字 您就是 在您的关键字后面再加上 那种PNG或者SVG 这样就可以找到有透明背景的图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如果你是找CAD 那我们后面加上SVG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就会变成是比较卡通式的 向量的 那你可以点进去 再找到你觉得满意的图 但是这边要留意一下就是 一般来说 我们在找图片的时候 你如果是找SVG 那你很有可能找到的 像我们这边直接存下来 你会发现他可能是PNG 你通常必须要先进到他原本的网站 然后呢再去找到 他在这边 以这个图片来说 他就是在这里 他的原市长在这边 这个才是SVG 你所点上面的这一张其实都是透明背景的 PNG 那第2个呢 如果你找的是PNG的图 也没有关系 那你找了之后呢 要注意一下 这边是有诈骗集团的喔 也就是说在缩图的状态 如果你有看到像这样子的网格状 其实这些都不是透明的 因为呢Google在搜寻引擎找到的缩图 本身就是不具透明度 所以真正有透明的 你必须点进去 比如说我这边点进来 像这一张 这样就没有透明 像这一张就是透明的 也就是说你在看大图的时候 有看到这样的网格状 这个才是真正的 PNG透明的图档 那你就可以把它按右键储存下来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 如果你懒得自己去背 你也可以找一些 有透明图库的网站 来帮助你完成 那么之前我有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介绍一些云端的图库 他们本身呢都有提供 就是PNG的透明图档 那这些图档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通常都是只能个人使用 不能用在商业用途 在选择边框的图片上面呢 建立尽量是用单色为主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单一个图档 就可以套在这个边框遮罩里面 如果以下图来讲 你有多个颜色 甚至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线条 那你转换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是多个遮罩 所以你必须要填入多张照片 才可以把它填满 那这个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除非你想要这样的效果 如果您是使用照片 或是我们刚刚在网络上 所搜寻的影像档案作为遮罩的话 您还需要透过Photopea这样的免费云端影像处理的服务 来把这些点阵图转换成向量 这样才能够做成Canva的边框 那你进入Photopea之后呢 打开你的档案 在图层的这个面板 按下Ctrl键 点选这个缩图 我们就会自动把现有的影像范围 变成一个选取区 那我们只要在这里面 去把它填满 黑色 确定 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边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他内建的 矢量化位图 也就是我们 点阵转向量的工具 把它转换成向量图档 在这里的话色彩你可以把它变成比较少一点 最少的就是两个颜色按下确定 现在这个外框呢原本的点阵图它现在就变成是向量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 下载成为 SVG的向量格式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 LibreOffice里面的 Draw绘图 当然在这里面也可以使用PowerPoint或是Word都有类似的功能 把SVG档案绘进来之后 你可以在它上面按滑鼠的右键 转换成曲线 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到它 你可以找到右上角这里 有一个填入 预设是使用色彩 我们可以选择点阵图 那么你在用点阵图的时候 请你不要用他内建的这些 因为这些图片都太小张 你如果用这些进去的话呢 他变成遮罩本身就是他的边框 会被切成很多块 你要一个一个去填满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汇入自己的点阵图 那么像这样填满之后就OK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另存为PDF 再来呢 如果您是自己的图属于照片的 或者是没有去备的 那我们透过这个云端AI的去备服务 也可以很轻松的就帮你完成 如果你本身有Ela Twitter这个软体 你可以把你的 边框遮罩 放进来 然后再放入 一张点阵图 当做是他的底图 那么图层的顺序稍微留意一下 边框要放在上面 底图要放下面 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滑鼠 把这两个物件全部选起来 按右键 制作剪裁遮色片 这样就完成了 那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把它 储存为PDF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Canva里面用 所以使用Ela Twitter 是目前 最简单最方便的一个方式 最后呢我们进入Canva 您可以从右上角这里 选择上传 或者是在专案这里选择加号 上传 都可以 把刚刚我们所产生的PDF档 从这边加入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 他本身 就已经帮我们套用的遮罩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想换成其他的内容 你只要在这边把它 更换一下 就OK 这个档案我们就可以 拿到 其他的Canva设计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有自己专属的遮罩 当然在这边你也可以再把它替换成其他的影像来使用 这边没有 再把它替换快 那么好 再把手切开